CNN有一个民调 它的民调显示 大概有52%的人认为 这其中的政治因素的成分是非常大的 有超过7成的人是认为是有政治因素的 那川普自己和很多的共和党人 也都认为这里面是存在政治迫害的 包括一直和川普不对付的参议员罗姆尼 他也说这种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那川普在2024大选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就说 这种做法非常的不美国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方的说法 这个其实不仅是他的说法 我看到有一些美国人在那里说 我看到有一个黑人还是蛮有名的 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投过票 包括两次这个川普大选 川普选举他都没有投过票 但是他2024年而去投票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一个国家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大家都要出来 所以就说这个非常不美国这个说法 其实是这样的 就中国人其实也有这种说法 就是穷寇勿椎 就是你都把人家从上台开始 什么通俄门又是什么 就是不停的折腾 没有一个总统上去是这样被折腾的 折腾来折腾去没有一个是有证据的 没有一个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做 因此这个你让人家不觉得 让人家觉得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这个是太有道理的 这不是单纯这一件事情 它是从川普上台开始到现在 而他偏偏又是一个局外人 就是说两党的建制派他都不在里头 所以说他是局外人 这是让人家很容易的想到 这是一种排斥外人的一种做法 而且由于他的一些做法 可能是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说大家要整他 这个理由是相当充分的 如果说以前有很多人还没看清楚的话 那么这次在纽约起诉 很多人看得很清楚 这个结果就是共和党必须站在他背后 现在就是说大部分 尽管说他们可能在竞选 这个初选的时候会有很多争论 会有很多不同意见 但是他们不能够用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让人想起来的 就是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你在不管是哪一党 不管是什么人 就是说在没有办法在竞选 在选民当中赢得的时候 就用其他的手法 把它排斥出选举的范围之内 就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而且包括在这个事情发生 是发生在川普宣布选举以后 才对他进行起诉的 说起来的话美国实际上是有法律规定的 就是不能任何行政 任何这个州联邦到地方官员 不能以他手中的权力来影响选举 哪些选举呢 总统 副总统 参议员 众议员选举 这是在美国法典第18卷第595条上面规定的 所以这个行为现在起诉的行为绝对是干扰他的 就是干扰他的选举 这个本来就是按说起来这也是属于联邦罪的 好的 那陈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不美国的说法 其实我讲美国的民主之所以可贵 其实重点之一就是说他三权分离 虽然是说在历史上不乎有这种相互干扰 但实际上呢他的司法的独立 在全世界还是基本上当做一个典范 但是美国这些年来 不管是国内的那个极右极左一些问题在 所以从外面来看的话 美国基本上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分裂 所以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他制度的可贵也可爱的地方 但是纯粹就法律来讲 我刚刚提到的 作为一个过去曾经从事这个行政法的 这个执行的人来讲 我的看法比较接近是说 他是依法来这个论事情 我们这个基本的训练就是说 证据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所以呢如果说直接就用政治的迫害 做出话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点的误解 而且呢他这一次这个DA Office所提出来 他讲的是一个Facts的部分的论述 他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证据 其实一定是在最后的开庭之后 也就是12月4号 我们才会看得到更多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一个DA他这个没有特殊自信的 这个证据率的话 要对美国前总统起诉 尤其在现阶段来讲 我是比较才是比较持保留说 这是政治迫害 因为就拜登来讲的话 他现在还是相对的舒服 而且呢很现实的 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Donald Trump还需要面对 很多个可能的起诉案 所以呢他何必在这个时间点来介入呢 那有介入的话 以美国目前的实物里面来讲的话 任何一个总统介入啊 因为没有秘密是可以藏得起来的 最后人家还是会讲到是说 你是不是有介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Joe Biden今天在被问到说 他的看法的时候 他只能笑一笑 基本上这就是他应该有的立场 一个总统就不应该去介入到 说这个目前一个 这个district attorney的一个消息 而且我必须要强调 纽约的district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Foreign Correct Practice Act 或者是说tax evasion 或者是bank secrecy act 或是还洗钱 我们很清楚纽约的D.A.是非常非常独立的 我很难想象是说 那个他如果从美国总统 或者是民主党直接介入他的话 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好的 那我想再回到余先生这边 因为川普昨天呢 从法院离开之后 就直接飞回了海湖庄园 在晚间发表了演讲嘛 他在演讲中呢 就是也是符合他之前的个性 在批评了这个检察官 也批评了拜登 那之后呢 华尔街日报今天就出了一篇文章 他又说川普的这种言论 是在攻击法官挑战司法 那这个起诉的检察官也是公开说 川普对潜在的陪审员证人 以及司法程序都构成了威胁 那余先生您觉得这个川普 现在发表这些言论 是不是对司法程序构成威胁 还是说他在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当然所有的问题 都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呢 他确实有权利去对这个各种问题 包括他自己的这个释放纠纷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现在起诉的问题 来提出他个人的看法 或者是但是呢 也不能忘记 他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公众人物 特别是在共和党内 他的支持者非常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根据他以往的经历 他是非常这个愿意去做一些煽动性的演讲 而且呢这种演讲本身是确实带来的非常大的危害 包括那个1月6号那一次的这个冲击国会山庄那件事情 跟他的一些言论不无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 当然他要对他的个人的行为负责 我记得那个法官 其实在过堂的时候 已经跟他有一些警告 就是让他在这些方面有所这个 就是收敛 所以呢 那应该严格意义上讲 如果他煽动到 让他的支持者 比如说对这个司法人员造成伤害 那他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下他昨天的那个讲法 他虽然还是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在内面说 但是呢 他没有到了那个煽动的地步 可是呢再往下走一步可能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呢 他确实是要注意他的言行 那么回到刚刚两位又讲到这个 美国这个司法独立不独立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美国的整个司法制度是比较独立的 刚刚我为什么说联邦 他不愿意去介入这件事情呢 有原因就是 就是想保持一个非常独立性的 非到起诉不可的情况下 他们才能去起诉这些敏感的人物 在关键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因为司法部长期以来有一个 所谓的就是政策性的一个规定 就是在选举年 对那些参与选举的那些背景 那些政治人物 所以在做起诉的时候 或者做任何包括搜查 甚至包括就是一般的乐坛这种情况 都需要经过一个高级别的去官员批准 那么高级别官员批准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这个选举制度 对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至于我刚刚讲 从法律上 那个曼哈顿DA做的这样一个起诉 有法律的瑕疵也是我从法律的技术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评论也不是关我一个人这么想 其实好多那个所谓的就是自由派跟那个保守派 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的认为 这一次的起诉有点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谨慎 因为这个里面包含的东西有太多太多的未知的因素 所以呢 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是说 把这个美国的司法序的怀疑成为就是一个政治的工具 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 那您怎么看未来就是这次川普被起诉 对未来美国政治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来看的话 无论两党竞争多么激烈在选战中 但是一旦选战传岸落定的话 一方胜出会试图去弥合这种分歧 而另一方也会配合 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好像越来越小 那您怎么观察未来的话 这个美国政治形态会有怎样的变化 就这件事情对美国未来的变化的影响 其实并不算最大 最大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美国最近这些年来 过去的十年 或者这个就是特别是川普上台以后 上一任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社会的这个政治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分离越来越严重 这个严重的背后的这个因素有很多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大家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个 就是很难融合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的解决 我觉得还需要社会 就是两党包括各种不同的政治力 要坐下来 要认真地看怎么样 让美国的社会在这些观点不一致 和大家在行为上 要有一些分寸的这些方面 要有一些节制 那么这个问题本身 是超出这一次的这个起诉 这个起诉应该说是 美国背后政治化特别严重现象的一种反应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如果说往下去起诉 我们最近也有一些这个专家在分析 就是其实在川普现在所涉及到的 可能的法律起诉中间 最有力的伤害的实际上是亚特兰大 就是对选举事务的干预这样的一个起诉 但是这个我们也说 它还是一个涉及到联邦法律的问题 所以司法部在这个问题上面 就谨慎又谨慎 这验证我刚刚讲的 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 或者它的法制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制度 不是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用司法制度来迫害一个人 这个讲法我觉得我不是很赞成 好 了解 那时间关系呢 另外两位如果您对这个问题 有您的看法的话 那我在我后面的问题之后 请二位再补充 那我先提后面的问题 那恒河先生 就这回这个川普被起诉之后呢 是中共我们看到大陆的宣传 就是说用这个案子 大肆宣传美国社会的撕裂 而且还有人呢在微博上鼓动说 美国要再打一次内战 您怎么回应中国大陆的这个宣传 中国大陆的宣传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确实有些问题 然后中共呢就把它抓出来 把它夸大 然后呢证明 但是它想证明的东西呢 确实是证明不了的 它想证明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先进 比美国的更好 那美国问题是有问题它可以拿出来讲 而且可以拿出来争论 那至少呢就是说争论以后才会有个结果嘛 但中国的问题呢是不准讲不能讲 所以呢它必须捂着捂着到最后爆炸 因此呢就是说美国有问题不代表中共问题比较小 我觉得中共的问题比较更大 所以不存在一个美国人自己解决美国 我说美国人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包括就是打法律官司也好竞选也好 甚至示威也好抗议也好 这是美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 这个不用中共来操心 中共需要操心的是 它自己把中国治理的一塌糊涂 然后它怎么去收拾那个局面 谴责美国批评美国 不能够解决中共自己存在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回应 好的那陈老师您呢 我想很清楚的就是说 如果美国的制度有这么大的瑕疵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想要去移民 甚至包括一些中共退下来的高官 而且尽管这么多年下来 在国内对这个老百姓的这种 我们讲这个大内宣 先是美国是如何如何 可是实际上大家还是很多 对美国的向往 那我觉得就是民主制度 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是说 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声音 借由选举的方式 就使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一种争辩 但最后选举下来了之后 那个制度就过于安定 我们重新再出发 那么在一个极限体制底下的话 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 趋于走向这种革命的方式 或者是政变的方式 而老百姓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那所以说我非常支持 恒河先生刚刚的讲法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 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衅 远近的一个挑战 如果说他只是要转移话题 我可以理解 但是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 他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 继续的存在 否则他不需要对外展开 现阶段这个温情的攻势 希望外资能够留下来到中国投资 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变 其实你这要强调 其实好像是这个穿了国王的新衣 你过去这几年所做所谓 突然是说没有了 我又回到现状 这跟疫情好像在中国 没有发生过是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 国内的问题更多 这个也会引导是说 他目前对外的关系上面 必须要走向比较温和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